我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罗马书 分享那些老实讲不是太造就人 但是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就很快乐了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八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八节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八节 找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一同的来读 请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自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在教会的生活 你加入教会 然后一起服事 一起小组 一起征战 那么教会生活 把我们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婚礼 然后我们什么这个生小孩 那个做满月 然后要去郊游 昨天我跟几个弟兄们一起到阳明山 这个泡肉汤 就看我们一群弟兄们 真的是太快乐了 在山林中间 我们真的分享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我们非常紧密的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成员 就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原生家庭 以及不同的人格特质 所以这一群来自不同环境 不同背景 很有个性的人聚在一起 我们开始的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我们的生活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我们需要被很好的教导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快乐而健康的教会生活 否则的话 一段时间里面 密业期一过 你就看到 你不喜欢这个 你不喜欢这个 你对这个人有意见 对那个人有意见 所以教会生活就造成很多的痛苦 甚至有一些人 因此就离开教会 就不断地去换教会 那么生命受到很大的亏损 教会生活 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关联性的 因为如果你教会生活 很健康又很快乐 你的灵命一定会成长 但是如果你教会生活过得很不快乐 你只是觉得说 哎呀 神很好 人很麻烦 所以我呢 就是敬拜的时候来一下 三一颂最后一句还没唱完赶快跑掉 因为人很麻烦 我只想要跟神在一起 我不喜欢跟人在一起 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但是你知道旧约时代的人 刚好跟你相反 他比较喜欢跟人在一起 不喜欢跟神在一起 因为神是烈火 他们说 摩西 你跟神在一起就好了 我们跟什么 我们在三下 跟神在一起是蛮危险的 因为上帝是烈火 所以是小心闪电 所以跟人在一起 跟神在一起都非常的重要 Amen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 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呢 保罗提到的第一点 老实讲让我们蛮震撼的 保罗讲的教会生活要健康的 第一个提醒是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员 你就要看自己是一个主员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组长 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 就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区长 每件事情你都有意见 如果你是一个区长 不要把自己当成主任牧师 就每件事情你都要管 你教会里面 教会生活中间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 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他们其实 他其实 他其实 他身份 他不应该这样看自己 可是超过他自己 看自己的身份 这个在职场没有问题 这个在企业界里面 不会有问题 你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总机 突然对总经理说 你为什么把副总经理换人 你一定不会听到这种事情 在职场里面 阶层非常分明的 总机就是什么 总机 总经理就是什么 总经理 你绝对不会看到 人事异动的时候 总经理把副总经理给换掉了 然后总机跟厨房都跑去说 总经理搞什么 你干嘛把副总经理换掉 你绝对不会听见这件事 因为总机一定很清楚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总机 总经理一定知道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总经理 教会就麻烦了 你告诉你旁边 教会都是弟兄姐妹 教会就麻烦了 教会很麻烦一件事情 教会有一些人 就是轻飘飘地走进来 神对我说 教组长不应当是吹息 应该是谁 你知道吗 他不需要没有阶层的 你知道吗 他只要说 昨天神又感动我 教会有一些人 永远都是讲话 都在云里来雾里去的 你知道吗 因为都是弟兄姐妹 他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有时候我们开会 他说我要去阳明山 你要去乌来 我要去台中玩 突然有一个人开会 开到一半 神感动我 是阳明山 那就会议结束了 因为你说神说 那我们还开什么会嘛 你把神抬出来 那我们就只能 我们敢不顺服吗 只是我要问的就是 当神说要去阳明山的时候 你确定是神说还是你说 你自己想泡温泉吧 可是弟兄姐妹 每个人都可以把神抬出来 这一抬出来 会议就结束了 因为你怎么 我还敢讨论吗 我们只能够 哈利路亚 走阳明山 你说神说 那么我们没责任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教会里面很大的困难就是 很大的困难就是 每个都是弟兄姐妹 他往往呢 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往往就是这样 每件事情都要跟他交代的 有的人不是自由 看自己是牧师 是小组长 有人简直看自己是教皇 你知道吗 真的 教会有 一些小组里面有教皇 你知道吗 他认为你这样说不对 你这样说不行 真的是头很痛 你知道吗 我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也碰到相类似的事情 那时候教会大概30人 就有一些别的教会来的 也是轻飘飘走进来 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建立教会 我想问说 你哪里建立一个教会多大 他不晓得 我告诉你 我是从心电行道会出来建立教会的 心电行道会在台湾 也算是一个大的教会 而且我在里面混了十几年 所以你不必告诉我 怎么建立教会 但他们就总认为说 总认为说 我要教你这个 我要教你那个 然后头上一片云 脚底一片云 轻飘飘走过来 没大没小的 你知道吗 没大没小 很痛苦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怎么看自己很重要 你在一个群体生活里面 你怎么看自己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总机 做好你的总机 如果你是总经理 做好你的总经理 在企业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在教会里面 你怎么样 在一个教会生活 这个群体里面 用什么身份 去看你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因为你怎么看自己 就决定你的教会生活 健不健康 快不快乐 那么到底 我们要怎么看自己呢 在教会生活里面 第一个 要用信心的大小看自己 教会没有总机 没有这种事 但是你要用信心大小看自己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牧师 我们都是传道人 我们怎么看自己呢 那么我们看自己 要用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 保罗说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保罗很谦卑地这样说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保罗说 每个弟兄姊妹们 每个传道人们 神所给你的信心 是不一样的 你要照着神 给你的信心的大小 来看你自己 如果你不是赵佣基牧师 你就不要做 赵佣基牧师的事好吗 赵佣基牧师 建立七十万人的教会 他来的时候 要铺红地毯的 他来的时候 要很多保镖的 他来的时候 有很多长老的 所以你教会如果 二十个人 你不需要找三十个保镖 在你身边好不好 有的时候 就觉得我是牧师 他是牧师 我也是牧师 当然他也是牧师 你也是牧师 我们在神的面前 都是牧师 都一样 但信心不一样好吗 你知道 布永康 布永康宣布道家 他的故事很感动人 他在非洲十年传福音 大概传没有几个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城市 圣灵感动他说 住下那个体育馆 那体育馆坐满 可能是两万人 住下那个体育馆 他召聚全城的牧师说 我要办一个布道会 在这个城市的体育馆 我要租下来 我要办布道会 没有一个牧师理他 因为谁知道你是布永康 对不对 你要招聚就招聚吗 牧师是最难招聚的一种人 你知道吗 所以不可能招聚的 所以他就第一天 他还是平静心说 我租下来 那是他第一个大型布道会 第一天来到一百人 他说我从第一个 算到最后一个 真的就是一百人 他开始讲道 开始讲道 在一个一万人的运动场里 只有一百人 他开始讲道 他讲道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听到有一个人 啊 医生 啊 我的眼睛看见了 瞎死被看见了 开始神迹 开始运行 那个人吓一跳 布永康也吓一套 因为他也没做什么 只是讲道而已 然后这个消息 一传遍全程 第二天坐满整个 坐满整个 一万人的那个运动场 布永康的百万人步道 从这里开始的 有没有 有一天我走过 光复南 这个敦发南路 圣灵对我说 住下小巨蛋 我就会这样说 我这样说 我不是不永康 好不好 要租你自己租 牧师 神感动我们 住下小巨蛋 我说你别冲动 你自己租自己付钱 你说牧师你没有信心 你说对了 我是没有信心 我是没有信心 你知道 有的时候是这样 我刚神学毕业的时候 我很仰慕康来昌老师 他讲道讲得超好的 所以我常听他讲道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主论 我也学康老师一样 康老师早年出来讲道 不小心就穿个短裤跟拖鞋来 然后就拿个塑胶袋 里面放个圣经 就这样提着来 讲道非常好 神学里面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有特色 就是这样 这个非常有特色 我就学他 就留个主日 我就这样去了 有一个妈妈看了 就觉得很看不过去 传道人主日崇拜 怎么穿这样来 下一个主日呢 他就很客气 买一件衬衫 我现在记得 他买一个衬衫 跟我说 张弟兄 你是传道人主日崇拜 还是穿得正式一点 这衬衫送给你 算是非常客气 我回去之后就很不开心 就觉得说 奇怪 康老师可以 为什么就不可以 我就问了师母 我说丽娟 为什么康老师可以 我就不可以 她说丽娟很有智慧 她跟我讲了句话 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所以太太跟你讲的话 有的时候一辈子不要忘记 她跟我说 正华 如果你讲到跟康老师一样好 你也可以 但是你不是康乃昌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我神学毕业 对 如果我讲到跟康老师一样好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 但是我不是康老师 你也不是无限章老师 所以有的时候是他们可以 怎么样 我不可以 因为信心有什么 有大小 所以信心有大小 你要用信心大小看自己 所以你看自己 你必须按着神给你的信心 看大小 你信心到哪里 你就顺服到哪里 但是信心是可以操练的 弟兄姊妹 信心可以操练 而且由小而大 一步一步操练的 我记得我们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办这个 办这个圣诞节的聚会 从很小很小一个餐厅 大概就十桌开始办餐会 我记得他是在陆军联谊社 在那里办 然后慢慢办 办到会堂里面 慢慢办 办到餐厅里面 到第三年的时候 教会大概到一百二十人 我拆大概一百二十人左右 那时候我凭着信心 就租下多功能会一听 新北市多功能会一听 我以为他只有七百个位置 非常兴奋 我一百二十人 我要挑战七百个位置的 圣诞节的步道会 把他租下来 那么在聚会前 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来 很有趣的一个板桥一个牧者 你们自己一定猜得到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正华 他说你是华神第几届的 我说我是第几届的 他说你知道吗 你租下多功能会一听 那里有多少位置吗 我说多少位置 七百啊 他说不 是一千四百个位置 然后他说你们教会多少人 我说一百二十人 他说正华 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个场地让给我 板桥呢 能够租得起那个场地 只有一间教会 你们刚来你们租不起 还是让给我 他不讲没有刺激到我 一讲我说我不让给你 我就要租下来 你知道吗 他说你一定坐不满的 那一千四百个位置 你才一百二十人 你坐不满的 而且当天下面还有很多歌星 什么歌星在那边 你有谁 我只有一修跟纯庭而已 怎样 那时候教会一百二十人嘛 那就拼了 我就说我们拼了 弟兄姊妹我们坐满他 阿们 我充满了信心 你知道那一天 那一天 我们光服侍同工跟招待 师班就占了八十人 所以真正坐在台下 大概只有四十人 但是呢 当天来超过一千人 阿们 台下是坐得满满满的 你知道聚会结束之后 我们一群人坐在那边 看着那个舞台 整天晚上 真是一个神奇之夜 二十四号Big Day 这一千人到底从哪里来的 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在那边非常惊讶 神奇妙的座位 看着那个好大好大 那个多功能会议 一千四百个位置 我们在那边赞美神 坐在那边很累 可是看见神荣耀的座位 那天晚上聚会 再的人把手举起来 那天还有很多人在 对不对 非常的感动人 对不对 坐在那边感叹神的座位 再过一年 我们再去看那个多功能会议厅 奇怪 怎么觉得它那么小 知道吗 现在我们再去看 多功能会议厅 那一千四百个位置 对我们是挑战吗 完全不是挑战 那真的就是觉得 多功能会议厅 一千四百个位置 对我们根本就不叫挑战 你知道五十周年的时候 行道会五十周年 我们在台大体育馆办了一个聚会 那个位置 台大体育馆坐满是五千人 其实觉得好大 排椅子 哇排得真的是 好大好大 六十周年的时候 又是我当总务 所以我要去排那个位置 我一看 怎么觉得台大体育馆这么小 看怎么这么小 弟兄姊妹们 不是场地变小了 使我们信心变大了 阿们 阿们 信心是要操练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信心到哪里 就看自己到哪里 你说牧师圣诞节 我们诸夏台北小巨蛋 我说那你自己去好了 老实讲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信心 就是诸夏小巨蛋 但你说多功能会议厅台大体育馆 你告诉我就敢挑战它 我的信心真的到这里 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怎么看自己呢 你还用信心的大小看自己 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操练我们的信心 因为信心有大小 信心可以操练 你要用信心看你自己的身份 这是第一个 阿们 如果你不是康老师 请你不要穿个凉鞋拖鞋来讲道 好吗 这是师母当年提醒我的 第二个 用身体的观念看自己 那么保罗用一个很棒的观念 来比喻教会生活 他说教会的生活 就好像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 所以你会看 一个身体里面 有鼻子 有眼睛 有耳朵 有脚 有手 知道 我们有各样不同的肢体 各肢体是不一样的功能 那我请问你 那么请问是鼻子代表我张赞华吗 不是 耳朵代表我张赞华吗 不是 请问是脚代表我张赞华吗 不是 是什么代表我 所有的什么 连结在一起 才能够代表我这个人 所以保罗说 我们因为基督的连结 连结在一个身体里面 所以如果身体各个功能 因为基督的连结 协调得很好的时候 发挥各种不同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会有个高品质的生活 高品质的基督徒生活 如果 等一下中午 我跟师母一起吃饭 跟乐乐一起吃饭 我们听了一个美好的音乐 是用耳朵听的 然后吃饭 我是用手 用筷子去夹的 夹给我吃 夹给太太吃 眼睛是看个妻子跟孩子的 你知道吗 你就发现 这是一个身体功能很协调 那就是一个非常浪漫 而美好 而有品质的 有品质的一个生活了 一个家庭生活了 但是如果 如果你身体不协调 你说 你想吃饭的时候 手去打旁边的人 隔壁就翻桌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耳朵听着音乐 眼睛看着别的 一边看着别的女人 一边看着自己太太 那就是中风啦 眼睛可以看两边 对不对 然后呢 肚子 膀胱很急 想去上厕所 脚想去看棒球 你知道吗 那你就 你要裤子啦 你知道吗 你生活品质不会好的 如果你身体 每个人都 都本位主义的话 你的生活品质 一定受影响 我讲这样 弟兄姊妹都能够懂 很容易懂 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讲教会生活 大家就不懂了 你知道吗 讲教会生活 大家就不懂了 你知道 很多人在教会生活 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他都认为 教会要以他为中心 你很痛苦 这就 比喻来讲就是 我用眼睛 来代表我张正华 所以呢 我化妆 我只化眼睛 我保养 我只保养眼睛 我希望当人 看到我的时候 最突出的是眼睛 所以当人看到 你的眼睛 好像被打一拳一样 你知道吗 如果你只希望我的手突出 用手来代表我张正华 那么我只保养我的手 我洗澡 只洗我的手 我让人看见就是 手要最突出的 那你就是怪物 你知道吗 你告诉你旁边 教会很多怪物 你知道吗 他只希望 他只希望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所有的人的焦点 都在他 以他为什么 为中心 这不是眼睛被打吗 就是手很怪吗 对不对 你出门 只穿 只在乎一只脚的吗 脚要最突出 用跳的 这样一直跳一直跳吗 脚代表你吗 不是的 教会生活 如果要健康 要有高品质的教会生活 就是用身体的观念 来看我们自己 阿们 你要用整个身体的观念 来看我们自己 如果你有一个身体的观念 你来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 在教会生活里 你必须要学习 你用身体的观念 来看自己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 你必须要在教会生活里 我们开始学习 第一个 你需要学习接纳 和爱你与你不同的人 眼睛一定要接纳脚 你知道教会里 也需要眼睛 我教会里有很多眼睛 然后他提醒我说 牧师 你看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哇 你真是我很好的眼睛 常常提醒我 但教会里 需不需要有脚 教会里很需要有脚的功能 他就很会跑腿 很会做事的 做眼睛的人 跟做脚的人 要不要彼此欣赏 要啊 所以你小组里面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功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教会生活要快乐 你一定要学习爱 跟接纳 跟你不一样的人 我是比较内向的人 我不太知道怎么交朋友 但是我说 我的好朋友里面 一直以来 我的好朋友里面 都是跟我不一样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嗨的人 几个人在一起 跟几十人在一起 非常吵闹的人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要欣赏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而且结交 跟我们不一样的朋友 阿们 所以你在教会生活里 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 这样你就会快乐了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你要学习 跟自己不同的人合作 手要学习跟脚合作 耳朵要学习 跟嘴巴合作 眼睛要学习 跟你的手合作 所以你会发现 在教会生活里 如果你要快乐 你真的要学习 跟不一样的人 一起合作 一起服侍 我是很快的人 我做事情是很快的人 我是很急的人 而且越来越快 越来越急 因为事情多 你知道吗 所以我很害怕碰到 很慢的人 对我真是折磨 讲话也很慢 做事情也很慢 想事情也很慢 我常常跟他说 跟你们讲说 答案是什么 快一点好不好 你想说什么嘛 讲很久 很久很久 还是快一点 他就讲更慢 你知道吗 我事情很多 我就说快一点 我真是觉得 心脏快跳出来的 还是慢慢的 我感谢主 上帝把一些慢的人 放在我身边 也是很好 训练我的个性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学习 慢慢慢慢慢慢 你慢慢说 你慢慢说 你知道 有人很慢的人 碰到我这种很快的人 也很麻烦 你知道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觉得说 慢点 慢点 我们彼此折磨 彼此成长 感谢主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定要学习 跟不一样的人一起同工 因为我们需要合作 马上1130就是这种 像我这种人就速度很快 文学什么都搞定 全部印好 已经印了 已经发包了 下礼拜就拿到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策略 我的策略就是上街头 你知道吗 我没有想很多 1130以后再说吧 有人就一直想 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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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下去就印不出来了 因为印 就是要四天的时间 才能印得出来 你知道 旗子要做两个礼拜 我今天不下蛋 来不及了 你知道吗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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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 印出来是12月1号 也没有用了 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急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要不要合作 要 彼此的合作 重点是做出贡献 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也就是 在教会生活里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重点是你能够做出贡献 不管那个贡献是什么 你只要能够做出贡献 其实你就会感受到你的意义 你会觉得很快乐 所以不在乎 你是在台上唱 是在台下拍手 不在乎你是做小组长 还是你在小组里面 你愿意每个礼拜 带个水果来 只要你能够做出贡献 你在这个身体里面 你就会有功用的 所以当你尽了功用 你就觉得你的存在 你就觉得你会快乐的 所以不是说 大家要围绕着你 以你为中心的 所以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你要学会做出贡献 当你做出贡献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就会快乐 阿们 当我有身体的观念的时候 教会生活 你就会开始学习 彼此接纳 跟人合作 不在意自己 在意的是是否做出贡献 今天很多教会生活 不快乐的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 教会会以他为中心 弟兄姊妹们 教会不会以你为中心 因为教会如果 以你为中心 你就会成为一个怪物 好像一个身体里面 请问是眼睛代表我 还是嘴巴代表我 都很奇怪 你化妆 只有涂口红而已吗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不 只能够 用口红能够涂出 不会这样子 你化妆还是要整体的 对不对 你不能穿衣服 上面穿西装 下面穿泳裤 对不对 很怪 讲这个我们都能够懂 但是教会生活 大家就突然就不懂了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们 在教会生理要快乐 一定要有一个身体的观念 因为当你有一个身体的观念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需要跟别人合作 我需要接纳不一样的人 我只要做出贡献 我要用整个身体来看我自己 Amen 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出发 去看教会 那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很痛苦的 第三 你怎么看自己呢 要用恩赐的观念来看自己 保罗讲的第一点 你要不要看自己归所当看的 要按着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怎么看自己呢 要用身体的观念来看自己 知道跟别人合作 接纳 彼此相爱 做出贡献 那第三个 保罗讲得更细了 就是用恩赐的观念来看自己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保罗列出了七个 在教会生活里的七个恩赐 这是关乎在教会生活中间 能够有健康 有快乐的七个不同的恩赐 这七个恩赐 分别就是 第一个 就是说预言的恩赐 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 做执事 就当专一做执事 或做教导 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 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 当诚实 治理 当殷勤 怜悯 就当甘心 这七个恩赐 每一个恩赐都是需要的 有些人可能有一个恩赐 有些人可能同时具备两个恩赐 甚至有些人可以具备到三个恩赐 但是他一定有一个他主要的恩赐 但是不可能一个人有七重恩赐 通通都有 那就是上帝了 不可能有人七重恩赐的 至少一个好的治理式的人 应该不会有太多怜悯的恩赐 因为事情要做得好 怜悯就不能太多 一个充满怜悯的人 基本上他治理式的恩赐 一定会弱一点 因为都在怜悯 怎么把事情做好呢 很困难的 所以这七重恩赐都需要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里面 很自由地运行的时候 弟兄姊妹就会健康 弟兄姊妹就会快乐 弟兄姊妹就会被造就 生命也就在教会生活中间 就能够成长了 所以教会的责任是什么 教会的责任 就是让教会生活中间 有这七种恩赐的人 让他们站在他们的恩赐上服侍 圣经很强调恩赐的 就是你要用我的恩赐服侍神 像我来讲 如果我来领敬拜 大家就辛苦了 你知道吗 我不要用一个 你没有的恩赐去服侍 所以教会的服侍 不可以轮流的 你告诉你旁边 教会服侍不能轮流 哪一个礼拜轮到我领敬拜 大家就倒霉了 你知道吗 我们是按恩赐再来服侍 不是公平在服侍的 是按恩赐的 所以当恩赐 在你的恩赐上服侍 你被造就 别人被造就 你快乐 大家都什么 都快乐 所以我要讲 这七重恩赐是哪 七重恩赐 都需要 第一个恩赐 叫做说预言的恩赐 要用信心 说出神的旨意和计划 这个恩赐的人 他有信心 他可以勇敢地 说出神的旨意 在一个人的身上 举个例子 你看 卢健跟佳琪 那时候教会 三十人他们来教会 我就碰他们说 你们交往多久了 交往六年了 我那时候 说预言的恩赐就出来了 结婚 要不然分手 他们很顺服 结婚 就立刻就结婚 所以如今很谢谢我 因为他们一直纠缠不清 可是他来到教会以后 牧师说 结婚 不然就分手 他们就结婚了 如果不是这样 不可能要拖十年以上 有一些人有这种恩赐的 他跟你问说 牧师 我好想辞职 我觉得这就这样这样 我听他讲讲 不可以辞职 好好工作 你知道吗 我们有时候 可以凭信心说出什么 神的旨意 有一次有个姐妹说 牧师我孩子没有钱 我标会 找人都叫标会 我就跟他说 不可以标会 你缺多少钱 他缺多少钱 我为你祷告 帮你想办法 注册费用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他就是有这种信心 他可以说出 有的人跟我讲很多 讲很多的时候 分手 立刻分手 这不是神的旨意 他还没有信主 马上就分手了 你看他有恩膏 有分手的恩膏 明白吗 教会需不需要这样的人 需不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 他用信心说出神的旨意 那么教会需要做执事的人 他就是很会服事 他有一颗仆人的心 他非常会喜欢服事人 爱服事人 黄辉长老有这种特质 崔系长老 我们教会这个仪杰 他们都是有非常有服事人的恩赐 他们服事人很会做事情 也很快乐 你知道吗 他们服事很会做事情 很多事情在他手里 就好了 你知道吗 就两三下就做好了 你知道吗 弄弄弄弄就好了 你知道吗 这个真的是一个恩赐的 我确定我是没有这种仆人的 那种服事人的恩赐 因为东西让我手里就乱了 东西拆掉 就弄不回去了 我是这种人 所以这不是我的恩赐 但我很感谢神 我们教会真的有这样恩赐的人 给教会很大的贡献 他就是有仆人的心 可以去服事人的 做事情的 做教导的 他可以把圣经的原则 教导得很清楚 感谢神 我们教会有蛮多会做教导的人 我希望越多越好 于芳老师 都是几个都很会做教导的 这赵龙老师 几个都很会做教导 他们可以把神的话语 讲得很清楚 力传道也是 能够很紧接地讲得很清楚 我也是 我的恩赐也是做教导的 所以我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 需不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 这样你才会快乐 劝话的 这个劝话的恩赐呢 就是他很会鼓励人 他会说服人完成事工 教会里很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说 我们要向一万个人传福音 你看到没有 吹信木区的人就 我们去亚东医院 我们去蜀利医院 开始动员 有的时候不想去 去 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就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越去人怎么样 越多 回来的时候还拍一张照片 然后呢 全这个木区要在那边庆祝 搞得很兴奋 明明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弄得 大家很嗨 激励人的恩赐 有没有激励人的恩赐 有没有看到教会有这样的人 有 他能够让人兴奋 他能够鼓励人 他能够 你不去的被他讲讲 他都去了 他有说服人的恩赐 教会需要这样的人吗 我很需要 你看一些社区 他们出去外面 弹吉他 唱歌 带一群人 哇 真是 不是一个人做 他带着一群人做 做完之后 还可以去庆祝 哇 非常的兴奋 下个礼拜再去 又邀更多人去 哇 真是厉害 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我们一定需要这样的人 他是劝化的 施舍的 诚实的奉献 没有黑暗 你知道 施舍的人 教会里面 好需要 你知道吗 他就是没有黑暗 意思就是 他如果奉献十万 就是十万 不会讲十五万 你知道吗 他没有任何目的 他就是有一个心 他很愿意奉献 他很愿意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我告诉你 教会一定需要这样的人 他会让整个团队温暖 有些人开会 他就喜欢带个蛋糕 来给大家吃 有些人来小组 他就喜欢带几根香蕉 来大家分享 他就是喜欢 去让整个气氛 弄得很好 你教会有施舍的人 你整个小组 整个教会 变得很温暖 我就记得 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新加坡 那一年我们去新加坡 参加FCBC的小组特会 然后呢 我每年都去 我第二年去的时候呢 他们请我去吃一家 一家螃蟹的海鲜店 叫做无招牌 非常好吃 我以前吃都比较低等级 叫做珍宝 那一次 那个姐妹大发热心 一整桌 哇 那个螃蟹 真是好吃啊 叫做无招牌 但是因为不是我付的钱 我后来知道非常贵 后来呢 我带团队去了 我说 今年我们不吃珍宝 我们去吃无招牌 就吃 吃得很开心 吃完以后呢 我还去付账 一听 天哪 那个价格 弟兄没吃了四万块台币 我说主啊 我闯祸了 我收的钱 完全不够付这些 那时候有一位 有奉献 有怜悯恩赐的 施舍恩赐的弟兄 就跑进来 他就刷卡 付了那四万块 从此之后 他有施舍的恩赐 我非常喜欢跟他出门 说以后你们出门 可以找简皇辉长老 一起出门 一直到今天 他的太太还不知道 那一顿 其实是他付的 不是我付的 因为我收的钱 根本不够付 你知道吗 我好像要收八千块而已 结果要付四万块 说主啊 所以以后不要吃无招牌 太贵了 贵到受不了 你知道吗 好贵 但是真的非常好吃 那么 到今天就没有再去新加坡了 所以团队里面 有施舍的恩赐 好不好 好 有些人就很慷慨 他很愿意奉献 那么心里很单纯的 智礼的恩赐 就是热情积极的引导力 圣经特别强调 那个热情跟积极 那个中文圣经翻作 翻作殷勤 其实原来的意思里面 有那种热情 有那种叫做狂热的意思 就做一个leadership 智礼是就是leadership 有领导力的 他自己很热情 好像永远不会累 无体铁金刚 永远跑在前面 后面累垮 他还是冲啊冲啊 然后非常积极 非常有领导力 非常殷勤 带着热情 他可以带领一群人 完成一些艰难的工作 教会很需要 这些leadership的人 他们就是领导人 通常这种人 不太有怜悯的 不太有怜悯的 他就是施工导向的 他就组织一群人 激励圆明 他自己狂热 自己不会累 跟这样的人是蛮辛苦的 但是教会需要这样的人 阿们 他可以带兵打仗 他自己非常殷勤热情 需要有这样的人 怜悯人的 恩赐就是 特别用甘心 什么是甘心呢 甘心就是带着 盼望和喜乐的心 去帮助一个人 怜悯人的人 不是觉得说 你好可怜啊 我来帮帮你 不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喜欢 被别人觉得可怜的 一个真正怜悯人 恩赐的人 他是带着喜乐 带着盼望 去帮助一个人成功 教会需要这样的人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是带来喜乐 跟盼望的人 所以当你看到 一个人需要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说 让我们一起来完成 你知道吗 你一定可以的 你知道吗 我可以帮助你 你知道吗 你是大有盼望的 我们会赢的 你知道吗 大过半一起来 他不是带着很可怜你 他是带着一种喜乐 一种盼望的心 去怜悯人 所以圣经翻作 甘心的意思 弟兄姊妹们 教会生活要快乐 要健康 这七种恩赐 都需要有 在一个教会里 甚至在小组里面 这七种人都要有 有一些人具备 两种或三种的恩赐 他有领导的恩赐 他有教导的恩赐 他有劝话的恩赐 可能在一起 有些人有说预言的恩赐 通常跟教导的恩赐 也会坐在一起 有些人有做执事的恩赐 他通常也跟施舍 跟怜悯这样的恩赐 做在一起 所以一个人通常 有两种到三种 很正常的 但是在教会里头 这每一种恩赐 都要让这种恩赐的人 找到他们的位置 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恩赐 比如说刚刚我讲 有一个人 预言的人说 跟他分手 那个人没有信主 而且有很多的状况 分手 这是预言的恩赐 分手完之后 来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分手 我查圣经给你看 因为圣经说 信以不信 不能同父一二 把圣经的清楚 讲清楚 这是第二种恩赐 接下来有一个人 很会鼓励人的来了 他跟他说 没有关系 牧师说 神要拿走赤好的 要给你最好的 所以你要有盼望 这激励人的恩赐 然后碰到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你很难过 虽然真理教导 没有错 分也该分的 但是没关系 神会给你干 我请你吃饭 这是什么恩赐 这是什么 施舍的恩赐 对不对 施舍的恩赐 然后呢 没有问题 教会要传福音嘛 对不对 你失恋的 失恋真好 花悲愤为力量 一起去传福音 哈利路亚 你碰到那个 治理人的恩赐 不管怎么样 他都带你去传福音 这七种人都需要 当我们在这七种人中间 教会很自由地运行的时候 你就看到 你在这里就会健康 就会快乐 阿们 有慷慨的 有怜悯人的 有敢说真话的 凭信心说的 有会激励人的 有会领导的 有会怜悯的 你知道吗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 很健康而快乐的生活 如果都是怜悯人的 一个人失恋了 全小组都在哭 那也不太好 如果都是怜悯人的 一失恋 连十七天的晚餐 每个人都请他吃饭 这也不好 如果一个人失恋了 七个人都带他查经 那也不太好 你知道吗 如果都是领导人的 哭什么哭 现在国难当头 哭什么哭 1130 你知道吗 Leadership来了 你知道吗 这也很惨 每个人都告诉他 不要哭 你知道吗 哭什么哭 你知道吗 不要哭 上凯道 为国为民 这个很麻烦 所以最好一个人 如果遇到这七种人 走一圈的话 饭也吃了 筋也茶了 子依也明白了 你知道吗 给他使命 他就很健康 感谢赞美主 所以教会生活要快乐 就需要这几个 健康的教会 快乐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 那基督徒的生命 为什么很大的亏损 因为他不喜欢教会生活 他教会生活出了问题 如果你觉得你来教会 是很痛苦的 你来教会觉得 看到的人你都很讨厌 这个也不喜欢 那个也不喜欢 这个小组也不开心 那个小组也不开心 这个牧师也不喜欢 那个传道也不喜欢 你敬拜团你也不喜欢 你对子伦打鼓也有意见 羡慕领敬拜你也有意见 然后后来看一看 被子手你也有意见 对每个都有意见 最后你发现 椅子颜色你也有意见 你知道 不快乐 你教会生活你很不快乐 你教会生活不快乐 你的生命就很难成长 当你教会生活不快乐的时候 很多人就选择 我跟神在一起 不要跟人在一起 你孤单的来教会 孤单的回去 你没有教会生活 你最后 你可能很受伤 你就想要换教会 但我必须说 每一间教会都一样 没有一间教会 会以你为中心 不会有一间教会 以你为中心 因为那就是个怪物 那就是个怪物 所以 当你喜欢教会过生活 想到来主日崇拜 就觉得很快乐 想到说 今天可以看到高妈妈 今天可以看到一些长辈 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弟兄姊妹 就觉得说 很渴望能够跟他们见面 每个礼拜五小组时间到了 会觉得好兴奋 又可以一起来查考神的话 你就觉得说 来教会是快乐的事情 擅长结束的时候 这边问候一下 那边问候一下 跟新朋友聊聊天 你就觉得说 要一起去吃中餐了 你就觉得 来教会生活是很快乐 上C1很快乐 上C2很快乐 去杨绵山泡汤很快乐 然后Mass Talk很快乐 餐会很快乐 如果你很享受教会的生活 你的生命就会在爱中成长 在爱中建造 这圣经说的 以佛所说书 说我们要在爱中成长 在爱中渐渐增长 因为你享受这个生活 弟兄姊妹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按照这三个原则 我们来看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很多人说 牧师他们都不打电话给我 他不打电话给你 你就打电话给他嘛 有什么关系呢 牧师他们都不邀我们吃饭 那你不会要他吃饭吗 对不对 电话在你手里 我们要健康嘛 对不对 哎呦 教会很冷漠 那你就下次带个蛋糕去嘛 对不对 你说小主都没有人理我 他不理你 你不会理他吗 对不对 为什么等人家理我们呢 对啊 我们去理他们嘛 对不对 当我们用一种很健康的态度 我们在教会里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阿们 健康的教会生活 跟我们的灵密 是很很很直接的关系的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